很快喔 快要農曆年了 很多人要开始准备年货了 迪化街就是非常热门的地点 店家也早早就开始备战 把这个干货 香菇 鲍鱼 这些全部都摆出来 要增加一倍的货量 不过其实迪化街这边 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取消这个年货大街 人潮是减少了四成 所以现在他们跟电商平台一起携手 要来拼买器 一罐罐的鲍鱼放满整个墙面 还有整盒整盒的干贝 百好百满 迪化街的干货店开始备战农历年 增加一倍的货量 要抢这波过年商机 每年过年的时候 迪化街这边都会封街 像我现在站的这条马路 通通都会是摊贩跟店家 有散发的浓浓的过年气氛 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连续第二年没有封街了 巧克力糖果饼干 过年必吃的零食 全都移到门口迎接客人 不过少了年货大街热闹的年节气氛 迪化街开业四十年的食品行 老板说人潮至少少了一半 正常来讲大概都十二点跑不掉 去年大概十点左右就结束了 但是还是多少差 因为疫情的问题 而且过年的原物料也纷纷上涨 像是干货因为塞港问题 都贵一到两成 鲍鱼一贯过去四百五十元 涨五十块钱 今年要五百元一贯 碎干被一斤两千元 涨两百块钱到一斤两千两百元 差几成的声音应该会有 因为你人 你没有那个年货大街的话 大家购买率就会降低 对我而言我是觉得 不封街比较好 我比较方便 不少店家整年就靠过年这个档期 但没了年货大街 少了逛街人潮 商圈开始转战电商平台 今年是要年货大街都准备了 忽然疫情起来就喊咖 所以说人潮会比我们少得很 迪化街和虾皮联手 百家老店都进驻 虾皮店到店 目前展店已破百家 风速展店等于家里附近就能领到年货 另外像是生活市集也举办线上年货节 肉干零嘴都有还抽发财金 而莫莫则是端出生鲜年菜五万种 过年倒数虽然少了年货大街相赔 但靠着电商平台 同样也能提前办年货 东森台新闻 许静悠 林皓宇台北报导 带经24小时故事直播